人生太无常,一切不紧张 随缘心不脏,放下脑不僵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让我们先看看博客网友有什么精彩分享吧 首先,这位网友分享道 我在此做一个简短分享 刚刚照镜子,无意中发现自己的鼻子变干净了 以前总是鼻梁那里颜色比其他部分都深 好像生锈一样的,很难看 听说那是肝脏功能不好的表现 的确,2017年左右,我梦见两年以后,我会生肝癌 今年正好年龄369的关,虽然是有一些折腾 但是梦中提示的肝癌没有发生 只是有一段时间肝部隐隐作痛,后面就没事了 学佛改变命运,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是啊,学佛可以让我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这位同修也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 之前打通卢台长悬疑综述图腾节目 主要是问想参加高职扩招考试应该怎么念经的问题 台长告诉我,放生350条鱼 功课大悲咒29遍,心经36遍 礼佛大忏悔文一遍,往生咒21遍,准提神咒59遍 后来通过学校网站得知只录取20人 再后来考试的时候压力很大 最后通过查询得知我被学校录取了 哇,真是太厉害了 下面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我分享一下神奇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外面刚要回家 我先生打电话说 我两岁多的儿子自己反锁在了卫生间出不来了 我赶紧回家一路求观世音菩萨 到楼下就听见孩子的嚎啕大哭 卫生间外面是没有钥匙的 我给孩子念心经 求菩萨加持他,不要害怕 我想拆开锁,可是撬不开 着急地用手掰把手 奇迹出现了,我把门打开了 过后,我先生检查 这个锁还是好的,没有坏 我知道这是菩萨妈妈死被保佑啊 我真的太感恩了 另一位同修说 今年业障爆发,遇到官妃 家庭也出了变故 一度非常抑郁,走不出阴影 因此许愿十万遍消灾吉祥神咒 十万遍准提神咒 念了半年,前天念完了 突然之间,觉得内心明亮坚强了 正能量出来了,不再那么消沉 遇到什么困难,也敢于面对接受 不再逃遍,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师父 如在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 请观世音菩萨 那我总不快乐 你说什么,师父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穷啊 穷? 孩子啊,你很富有嘛 这从何说起呢?老人家 老人说,假如现在 斩断你一个手指头给你一千元 你干不干呢?不干 那斩断你一个手给你一万元 你干不干呢?不干 假如有人要换你的眼珠 给你十万元,你干不干呢?不干 假如让你马上变成八十岁的老人 给你一百万,你干不干呢?不干 那假如别人让你替他去死 给你一千万,你干不干呢?不干 这就对了 你已经拥有了一千万的财富了 人为什么整天要哀叹自己的贫穷呢? 这个青年突然什么都明白了 如果你早上醒来 你发现自己还能自由地呼吸 你就比在这个星期离开人世的人有福气了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危险 失去亲人的孤独和痛伤 病痛的折磨 你没有经受过忍饥哀恶的难受 你已经好过世界上五亿人了 如果你的身体还能不靠别人自己走动 你已经比世界上十亿人幸福 如果你的冰箱里还有食物 身上有足够的衣服 你有房屋的生活 你已经比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富有了 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数据显示 全球有三十六个国家 目前正陷于粮食的危机当中 全球有八亿人出于饥饿状态 而在非洲大陆有三分之一的儿童 长期的营养不良 全球每年有六百万学龄前的儿童 因为饥饿而夭折 如果你的银行账户还有一些存款 你的钱包里还有一些现金 你已经升居于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八之列了 如果你能听到台长这段话 那么你比全世界有七千万聋哑人幸福得多啊 人应该学会知足了 我们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不幸 但快乐的人因为懂得知足而珍惜的人 才能真正的拥有啊 看破放下才能救度自己 感恩师父 快乐的人因为懂得知足 珍惜的人才能真正的拥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